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真跌, 定假跌, 本周見真章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291點, 收報28106點 成交連續10天低於7、8億, 今天只需686億 成交仍然偏低, 大市仍然是觀望的狀態 其實黃燈信號仍然未變, 雖然今天曾經出現過一個假跌破 我既然說今天叫假跌破, 即是今天真跌, 定假跌這個問號 這條問題, 其實都是有個答案, 暫時還是一個假跌破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今天這幅走勢圖 全日恆指曾經最低, 跌到下去, 見過27945點 27945這個位, 其實就比之前低, 就是這個6月26號低位 那天的低位是27985點, 27985點 今天最低是27945, 即是低了40點 但只是區區40點而已, 幸好 加上今天跌穿過50天線之後, 就升回其上 即是說這個走勢可能是一個假跌破 暫時是這樣看, 會不會變成真跌破呢? 就要看這個禮拜, 因為這個禮拜就是多時之下 這個7月份, 最後這個禮拜, 很多樣東西 有什麼呢? 明天開始, 中美貿談 大家都不抱很大期望, 待會再跟大家說這件事 第二樣東西, 就是美國減息 連耶倫都出聲說, 預期減0.25來是合適的 那就是多數都減0.25來, 第三樣東西 還有美國那個就業數據 那當然本港有自己本港的問題 不過那些呢, 是小氣候來的 大氣候都是看著這幾件事 為什麼這麼說? 是, 本港小氣候呢 的確令到港股彈不起, 下跌下來 但是呢, 彈不起跌下來呢 這八個禮拜裡面, 其實上來之後 彈不起上去而已, 就不是說很大跌的 相對中美貿易戰呢 特朗普說要加中國關稅呢 是在這裏, 這一天三萬點 一講完之後呢, 就列口下跌 五月六號就列口下跌 然後就一直跌到六月初 跌到最低, 二萬六千六百七十一點 由三萬點, 跌到下去二萬六千六百七十一點 是這麼大幅度下跌的 那你說相對來說, 誰是大氣候, 誰是小氣候 誰是真的重要要看的呢, 就不言而喻了 我覺得中美貿易戰最重要 跟著就看一下中美會不會放水 然後呢, 才再看本港的因素 本港的因素不是不重要 不過呢, 相對剛才那兩樣雲觀因素呢 就較為沒有那麼重要的意思 好了, 看回中美貿易戰 好了, 那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現在, 明天說見面呢 唉, 都等了很多個禮拜之後 因為呢, 六月底, 其實在這個大阪那時候呢 習特第二次回面之後 又說已經可以再談了 誰知道等到現在要七月底 七月明天是三十號 三十一號, 才說再見面 那見面呢, 現在會不會抱有很大的期望呢 絕對不會, 市場都不會抱有很大的期望的 連特朗普自己都說 不會抱有很大的期望 特朗普怎麼說呢 他說中國可能要等到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 選出的結果之後呢 才會簽署這個貿易協議 因為呢, 北京希望呢 和民主黨達成協議 連特朗普自己都不抱有很大的期望 那, 白宮經濟庫顧問呢 庫德洛又怎麼說呢 他說, 預計本州中國的貿談呢 不會達成重大協議 但是, 美國希望這次的初商呢 能夠重新為日後的談判鋪路 講到明, 這次的談判 其實那個目的呢 是為日後的談判鋪路 不是這次要達成協議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 如果你這一刻還抱有很大的期望 我就一盆水淋惜你 這團火, 千萬不要有這團火 這次是不會有重大協議 只是為了日後談判鋪路的 而且, 還要是他的目的 就是為了日後談判鋪路這件事 都不知道成不成的 隨時呢 這次談完之後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可以談 所以大家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 好了, 這件事如果沒有抱有太大的期望 才是真正令到港股有機會 真跌還是假跌, 跌穿兩萬八 即是說如果中美貿談 這次真的出到來是說兩雙方 抹了面子的 連日後談判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談的 消息很壞的 那可能港股跌穿兩萬八 但是, 如果這次談完之後 雙方說 咦, 有得談的 我們繼續拖出來慢慢談 一邊談一邊談 因為美國都說 中國是想拖到明年 大選之後跟民主黨談的 那即是說一路繼續談 這樣呢, 其實都是預計之內 那港股未必會大跌 所以大家應該這樣看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 美國減息這件事情 剛才說到 連前聯儲局主席耶倫 都說到 預期減0.25厘 即是這件事是合理的 那即是他都發出了訊號 會減0.25厘 我相信 他有這麼有份量的人物 都不會亂開口 既然說得0.25厘 這次很大機會 就是一如市場預期 減息 減0.25厘 之後呢 會不會再減呢 9月會不會再減呢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覺得 會再減的 都是減0.25厘 為什麼9月會再減呢 因為 歐洲那裏暗示了9月 其實會減 雖然大家說 他那次沒有那麼合 說出來沒有那麼合 所以就跌一跌 沒有那麼合 就是要加 歐洲可以 應嗎 不可以 那些歐豬會死的 11月就要換人了 你最遲 你9月不做事 11月都要做事 即是之後無論如何 怎麼都其實那個趨勢都會更加 那這個 所以 聯儲局 9月份 都還是很大機會 會進一步減息 當然 他的進一步減息 就不是因為經濟真的很差 而是什麼呢 而是 兩個 形勢逼他要減 第一個就是 特朗普 特朗普就逼他減息 為什麼 因為 其實美國相對於歐洲的利率 是很高的 相對於日本的利率是很高的 如果他不減息的話 其實他就是很蠢的 因為 那裡很低息 所以 第一個 特朗普一定會罵 鮑威爾 要減息 減息 第二樣 就是 美國的債市 倒掛這件事情 就迫 美國 聯儲局一定要減息 因為 聯儲局控制了一個短期利率 短期利率很高 搞到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十二個月 那些債市相對比較高 他不能夠跌下來 如果他減下來 短期的票據息都會下降 倒掛的形勢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 這兩樣東西會繼續逼美國 會減息的 我就是這樣看 看看形勢是否這樣發展 好 第三樣 就講到美國 今個星期五 會有這個就業數據 那大家看看 就業數據強定是弱的 那這個就決定到 其實美股繼續有沒有得上 那 港股現在在這裏 牛皮 橫行 你看美股先 美股呢 其實是繼續創新高的 上個星期 星期四說 沒有那麼夾 一旦來 等了多少 之後星期五又創新高 標普500創新高 納指創新高 那不用看 每幅圖都拿來看 都是這樣 一邊衝上去 反覆都還是向上 直到 今個星期三 以色完之後 看看它的情況是怎樣 它會不會說 近一步夾 還是不夾 看形勢 到時再決定它 究竟還有沒有得去 暫時來看 都是一步步慢慢升 先 那不覺不覺呢 其實升到上 3025收 其實走勢都是一浪高於一浪的 好的 回到來 我們看看本地的形勢 恆子剛才看了 今天下來了 假跌 其實還有一件事 反映今天 其實今天的跌 是有少少價格底的 就是你看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今天 下來之後 沒有跌穿50千線 沒有跌穿前浪底 咦 還是差一段 最低的時候都沒有跌穿 何況它收的時候 都收回上去 跌幅很小 0.67% 恆子跌了1.03% 1.02% 最後 收回在28,100之上 這個你都看到它 好像上落上落 國企指數 不是一個很明顯的 打橫行的走勢 所以今天 就是問說 真跌還是假跌 我剛才一開始講了 這個假跌破例 假跌破例 那內地股市又怎樣呢 基本上都沒有一個 打橫行的局面 暫時都沒有變的 2800到3050點之間 一路上上落落 打橫行 跌下來 又上回去 跌下來又上回去 都是這樣 直到什麼呢 直到阿爺究竟 他那個 判斷這個 形勢 會不會放稅呢 還是收回稅 還是怎麼樣呢 當然是有鬆有緊的 可能部分有些環節 它會收緊一點 部分有些環節 它會鬆一點 它會怎樣做 至於A股呢 因為中美貿戰那裡 它那個 壓力恐慌 跌了下來之後 已經是跌了下來的 已經是守著2800這個位 我就覺得它不會 因為呢 今次貿談之後 又再跌穿2800 似乎不會 仍然都在這波動 甚至乎呢 其實那個趨向性 因為由於美國會放水 中國如果真的會放水的話 它有機會衝高一點點 好了 但是人民幣就不同了 因為貿談那裡 就沒有那麼理想 近日呢 就開始有少少偏遠 大家預期貿談不會有結果 有少少偏遠 去回多少呢 去回6.9 但是又會不會大跌呢 我又覺得不會 其實都是一個波幅範圍 今次可能6.9左右 但是它又下 有機會之後下回來 譬如說 6.8 8 這些位 約都不會約得很緊要 6.94 這些位 估計 不會那麼容易 跌得穿的 除非這個 又要加去關稅 又成這樣 這樣另計 否則的話呢 它未必需要 大幅貶值人民幣 去援取出口的 維持著這個現狀 大概6.9 這些水平上下 幾百點子 這個打橫行 是可能暫時來看 是最有利的 好 所以呢 整體整個形勢 基本上 如果看整個港股 暫時都還是打橫行 今天呢 初步判斷它是一個 假跌破 因為國企指數沒有跌到 內地股市打橫行 人民幣都是打橫行 雖然你看到 約到6.9 接近6.9 但是其實都是打橫行 美股又做得好 又說在等美國減息 所以暫時來看 不是一定那麼害怕 那真的要看 就是 本週見真章 就是 謀談 這個 減息之後 美國議息之後 那個議息聲明 是說什麼 還有這個 美國的職業數據 短期來看 如果是這樣想想落落 其實這些股份 都還是有些資金去買的 雖然今天 都少了 但是都有些 例如追捧 這隻金絲碎 這樣說 今天升至近12% 一度升回 20元之上 最主要因為它有兩間附屬公司 就是 就是 那些生物附屬 它是按一個里程 一個里程去收錢的 那兩間附屬公司 收那些里程達到了 好了 就是做到 做到事情了 每一個階段性 那總共收到 5500萬美金 那市場視它 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 就是代表它 真的達到這個里程 才可以收錢的 它公佈收到錢 那就是好事 那刺激它的股價又反彈 那這隻股呢 其實呢 就是生物科技這些 是啊 就是要買一個前景的 那 現在其實相對還是低的 那樣 如果你說 最好下來是多少呢 19元啊 或者之下 那可以想想 這些都是短炒為上 我都說這段期間 千萬不要想著 那麼大上頭 啊 好彩的 你說這些 19啊或者 買到呢 你的止洩位呢 設在 26號的低位 在17.58之下 17.5元 19元買 用過半做止洩的話 你看它可能 希望它上到多少呢 21啊 22元 那麽上下 那都是這樣薄的 這個都不要那麽大上頭著 另外呢 教育股呢 希望教育呢 就收購了這個 貴州有間 部份股權 那似乎股的股價上升 近7.7% 那收1.26 這隻股也是 就不需要高追的 那它這個 前這兩個位呢 就1.18 你在1.2樓下 才考慮 那如果止洩位呢 之前這一天 25號的低位 1.1.2 你用1.1左右 就止洩 即是1.2 1呢 止洩 上網多少呢 之前這些1.3啊 或者 之前這一天 4月8號的高位 1.34 那差不多 那就差不多了 不要那麽大上頭著 那麽另外 那麽另外 有隻教育股新高 教育今天都升得 還多的 升了1.6 不過它是低位反彈的 那麽另外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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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勢不太好的時候 後低 因為它們可能會受到市場影響 後低級 這隻股股最好跌到18 差不多來買 如果你說止蝕 就放這裏 7月5號的低位17.6 就是要求近低一點來買 甚至乎 不是 這個我不止蝕 就是後低 就是一路分駐來買 因為它的營氣 就是盈利有保障的 但是就不高追了 後低才是吸納 還有很多隻 今天都做得挺好的 另外有譬如月海 今天都再升2% 這些都是比較穩陣的股份 都是可以說後低來吸納的 整體形勢 今天基本上是一個 假跌破的形勢 未見真章的 過了這個星期 看看會不會出現一個 比較明確的方向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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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